中共军方少将廖西俊日前被带走调查 在军中引起震动 因为廖西俊的哥哥是原军方总后勤部部长廖西龙 外媒披露 廖西龙造假情报 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提供依据 并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香港南华早报的英文版5月28号报道 原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少将廖西俊因为涉嫌贪腐 日前已经被军队的纪检部门带走调查 消息已向省级军方将领通报 而廖西俊的亲哥哥是军方总后勤部原部长廖西龙 据海外博文社今年3月报道 廖西龙也有贪腐行径 为了逃避追究 最近两年他曾主动上交贪腐赃款4000万 不过现在廖西龙的亲弟弟落马 中共红二代蔡晓芯5月25号发布微博透露 军中某条龙顶不住了 掉下来是时间早晚问题 评论普遍认为 可能暗示廖西龙难以脱身 一方面不但他弟弟被多方信员报道 已经落马被查 这个是习近平和王岐山 每逢打大老虎 先捡群边的这种经典战术 另一方面习近平死前 他推动全面停止军队的有偿服务 军方有偿服务的11个领域中 绝大多数属于廖西龙的总后行动作管辖 也是府外的高发区 所以作为这个总后部长的廖西龙 他的贪富问题被揭开 恐怕是个迟早的问题 廖西龙2002年到2012年出任军方总后勤部长 据大纪元时报2007年3月披露 廖西龙是帮助江泽民编造了一份假情报后 获得重用 报道引述一名成都军区情报处人员的消息说 江泽民1999年4月决定镇压法轮功 但是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6人不同意 为了寻找镇压理由 江泽民找到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廖西龙 廖西龙随即授议成都军区情报处 炮制了一份假情报 谎称法轮功要推翻共产党 江泽民借这份假情报 胁迫政治局同意展开镇压 廖西龙主管总后勤部的10年间 正是迫害法轮功最严厉的时期 中共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也突然暴涨 据追查国际组织不完全统计 这期间 中共军队和武警医院实施了肾移植6万多例 肝移植1万多例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 5年间利润暴增了800% 但是绝大多数的器官来源可疑 中共军方总后勤部 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上 它起到指挥协调的作用 而作为廖西龙是总后勤部的部长 这10年期间正好是活摘器官严重的器官 特别是02年下后 那是高分期 廖西龙是有推特不了的直接责任 廖西龙的直接下属 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中 曾在暗访中承认 总后勤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如果真的触动到廖西龙 我觉得这个说明习近平在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后 掌控军权以后 他并没有停止在军中反腐的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呢 因为在江泽民时代 军队系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就是通过后勤系统做的 所以一旦调查廖西龙 这部分黑幕恐怕是避不开的 换言之 就习近平他有可能在开始 为揭开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件罪恶呢 在做准备 新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